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4月4号 应该是清明节的假期吧 因为呢 我的老家唐山呀 卵县呀 京郊往东 京郊高速呢 基本上交通不便 是吧 这个疫情的防控呢 已经到了一个很不可理喻的程度 以至于呢 虽然说国家呢 为了弘扬文化 弘扬国学 清明节给大家放假 但是呢 我呢 却不能够回到老家呢 为这个父亲上坟扫墓 是吧 为老人这个 烧点纸 做不到 前两天呢 我已经 请我的这个侄子 是吧 哥哥们 他们去代劳 这是 这是一个一个问题吧 不能说祝大家清明节快乐 我们现在的国家四处狼烟 现在 是吧 疫情搞得鸡飞狗跳 确确实实呢 也没有多少高兴时 那么今天的一个高兴一点的事情呢 是让我看到了一个 很有冲击力 很有火力的年轻人 是吧 说年轻也不够很年轻 三十几岁 这就是鲁东大学历史与文化学院的硕士研究生 他叫孙健 是吧 他的这个 也叫孙富贵 也叫孙富贵 这两天呢 这两天呢 实际上是昨天吧 应当 应当 我才真正的 看到了这些 呃 现在不妨呢 请大家 看一看呢 这位研究生做了什么 这个 我下载了这样的一段视频 是吧 这样的一段视频 大家可以看一下 能看得清楚吗 这位学生呢 这个戴着口罩 在校园里头举的一块很简陋的牌子 上面写了呢 这个鲁东解封 鲁东解封 四个字 实际上呢 这是针对 针对疫情的了 针对这个 鲁东大学 这个学校里边的 这个封校啊 或者说封闭管理啊 全员核酸 这样的一种 一种规定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我先给大家看了这个之后呢 那么我想接着讲一下呢 他有了这样的一个 一个视频 举着一个牌子 在校内穿行 这是三月二十七号的事情 那么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看到呢 这个视频上可能 只有这一节视频上 只有他一个人 发生的事情呢 就是当地的公安呢 把他带到了派出所 把他带到了派出所 带到派出所以后呢 应当说呢 应当说呢 是有一个 有一个行政处罚决定 用了大概一天时间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这个这是烟台市 公安局支付分局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 这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呢 我可以给大家读一下 网上应该都有 是吧 核心的部分吧 他这个是 燕工之 事 刑罚决字 2022 这是多少号呀 等会儿啊 这是第1万号 也就是说呢 在这个3月28号 做出这个决定之前 呃 烟台市公安局支付分局呢 已经做出过 1万个行政处罚决定了 是吧 他这上说呢 违法行为人孙健 男 37岁 84年出生 身份证号码如何如何 户籍地如何如何 现住在呢 烟台市支付区 鲁东大学 南校区研究生公寓210市 现查明 2022年3月27日下午 时期时局 孙健在支付区鲁东大学校园内 首举一块写着鲁东解封 以及坚决反对如此高频的全员核酸检测等内容的牌子 从鲁东大学南区研究生公寓出来 在鲁东大学南区和北区校园内穿行约20分钟 严重扰乱了校园内秩序 孙健的行为已构成扰乱单位秩序 以上事实有报案记录 报案人陈述证人证言 孙健的陈述和申辩 现场监控录像等证据证实 综上孙健扰乱单位秩序的违法行为成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 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 决定给予孙健警告的行政处罚 执行方式和期限当场训诫 如不服本决定 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 向燕台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在6个月内 依法向燕台市支付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落款是燕台市公安局支付分局 这是一个什么派出所 好像叫市回谣派出所 市回谣派出所 世界的市来回的回 谣是谣顺语的谣 市府谣派出所 落款时间是2022年3月28日 下面有这个什么 有这个 有这个孙健的签字 他说的是呢 这个 印刷体的行政处罚决定书 所以向我宣告并送达被处罚人呢 是以上 已向孙健宣读 孙健拒绝签字 然后呢 这个两位民警的签名 两位民警的签名 姓什么我也没看太清楚 也没有必要讲吧 反正3月28号 3月28号呢 应该说 这个 我说过是个挺重要的日子 是吧 这是 给孙健了一个 行政警 一个 一个警告 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 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处罚 这个 生效以后呢 如果说不被撤销 他就应该在 过往 孙健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 余生中 一直追随他 我们到任何时候呢 如果说 这个政府想问问你 总要问你 是不是 这个 因为什么 以往因为什么事 受没受过 行政处罚 或者说呢 这个 刑事处罚 那么孙健 如果说这个事情解决不了 他呢 就应该说 某年某月某日 是吧 我因为扰乱单位秩序 被 燕台市公安局支付区分局 这个 给予警告的行政复法 就像这个 任建宇当年 如果不是能够把这个 劳动教养的决定书撤销 那么到任何时候 他都应当说 这个 2011年 因为 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被 这个 重庆市 比如说 这个 鹏水县 是吧 公安局 给予呢 这个 不是 这个 2011年 这个 因为这个 塞尔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而被重庆市人民政府 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给予这个 这个 除以 劳动教养两年 那么如果说我呢 这个申诉解决不了 我就需要 在填写 有无犯罪记录 犯罪记录的时候 就要写清楚 2015年 12月22号 被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以 巡逊滋事罪 和 煽动民族仇恨罪 被处以 有期徒刑三年 宣告 缓刑三年 是吧 那这样的一些 一些规定呢 实际上这样的一些 一些 经历 是在 以后呢 不能够 回避的 当然呢 他还是 有他自己的这个 救济的渠道 因为这个 这个处罚决定书上 特别告诉他 六个月之内呢 如果不服 可以向烟台区 支付局法院起诉 或者呢 是向烟台区 也向 向烟台市 人民政府 申请行政赋议 是 是这样的一个 交代呢 他的 宿权和宿期 交代他的宿权和宿期 这个是 需要来说的 那么如果说 仅仅看他这个 举牌 这个形状处罚的内容 所说的也无非就是 这个举牌子 举牌子上面 所说的是 鲁东解封 和坚决反对如此 高频的 全渊核酸检测 这么个内容 这么个牌子 鲁东解封呢 鲁东当然指的 不是鲁东 整个山东的东部 而是呢 鲁东大学 简称鲁东 是吧 鲁东解封 这是我理解 那么他针对的是 鲁东大学 对全校 进行在疫情期间的 封闭管理 不许出入 不许学生出入 这样的一个政策 是吧 这样的一个制度 他针对的是 这个制度呢 提出呢 他要求 希望 鲁东大学 能够解封 是吧 这个 这是他的一个主张 那么坚决反对 如此高频的 全员核酸检测 实际上呢 这也是 孙健的一个主张 我们现在这个 核酸检测 是不是很高频率呢 是吧 前一段时间 每一次 35元到40元 我被这个 封控管控期间呢 就做了12 三次核酸 我说过 上上个星期 上个星期 10天前左右 在我们这个 律师事务所楼下 那个小小园区里面 还有一个新增的 这个核酸检测点 是吧 也是要按照 40元左右收费 只不过呢 是赶上前一段期间 好像疫情要反弹 那么我们所做的是 十人一组的这样的一个 免费的核酸检测 没有收费 那总之呢 这个即使是我们个人 没有收费 国家和社会 公共财政 不管是医保 还是公共财政 国库 是要为这样的一个 高频率的核酸检测 要支付对价 否则的话呢 就不公平了 你怎么能让人家白干呢 让人家生产 实际的厂家 那个小棉棍的厂家 你不能让人家白干呀 这些医务人员 也得需要 挣钱养家糊口 所以说呢 对于核酸检测 应不应该 我觉得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对于如此高频的 全员核酸检测 是不是应该 频繁的去做 这样的一个投入 是不是值得 我觉得 这是见仁见智的 孙健有没有权利 提出他的 提出他的意见 我个人感觉 是有权利 提出他的意见 有权利 提出他的意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就剩一个问题 公安机关 对他进行行政处罚 依据什么呢 如果说紧紧的 我也天天讲 我也希望 一海花园早一点解封 北京早一点解封 我实际上 也非常明确的反对 如此高频的 全员核酸检测 我认为太浪费了 是吧 太折腾了 是吧 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形 其实我们这些人 并没有遇到麻烦 为什么孙健 恰恰就遇到了麻烦 就被公安局带走 就要搞他一天 然后呢 又要进行当场训诫 和给予行政处罚呢 如此兴师 那么现在看起来呢 应该说不是针对他的鲁东解封和他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你这样一个内容在自己家里说或者怎么样 恐怕应该说跟同学老师讲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是吧 在油管上 在微信上说 不要这样高频率的全员检测核酸 这个说起来也是一个表达 那么看起来恐怕就是他的表达方式 让公安局感觉到很不爽 很紧张 是吧 什么样的表达方式呢 他把他这四个字和前面那个字 后面那些字 做成一种诉求 举在一个很简陋的牌子上 在校园里头走了20分钟 我相信这20分钟 那可能有人 是吧 通过监控看到了 有人呢 向公安局报警了 然后呢 20分钟的时期上 也就是一个出警的时间 我并没有看到这一节视频上 鲁东大学的校园秩序 受到了什么样的扰乱 扰乱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说他严重扰乱了校园内的秩序 鲁东大学难道因为 孙建走了20分钟 在校园里头举了一个 要求鲁东解封 和反对全员核酸检测的 高频率的核酸检测的这个牌子 他的社会秩序就大乱了吗 校园内的秩序就不可收拾 以至于如何如何了吗 那么我确实是没有发现 这样的一份材料呢 这个处罚决定呢 也没有说清楚这个事 所以说呢 我个人感觉这样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针对他的这个什么呢 针对他举盘20分钟 在校内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在校内里头也好 在街上也好 在这个哪儿 在这个 在这个 这个 哪怕是 哪怕是这个 一个北京市百货大楼 西单商场 那么里面有没有人举牌 或者展示自己的诉求呢 我相信都是有的 我们小区里面一到星期天 平常就有人来卖保险 是吧 推销保险 我们所有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比如说 炼家呀 贝壳呀 这个 这些这个 叫什么呢 叫做房屋中介公司 他经常会把一个大牌子 用一拉宝 或者是用一个手写的方式 写上我一海花园里面的房源 是吧 三居室啊 朝阳啊 什么多大面积啊 要多少钱呢 是吧 三百万也好 五百万也好 八百万也好 他也一直取了这个地方 或者展示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一个展示 为什么公安局从来不出警呢 是因为他这个展示的行为 说我们这个某某花园 某某物业 要卖房子 要租售房子 是吧 我要卖 比如说 太康 是吧 中国人寿 这样的一些保险给你 那么这个保险本身 翻发小册子 健身房给你 翻发各种各样的东西 他和孙健的这个行为 在本质上 有区别吗 比如说你摆一个桌子 在一个闹市区 是吧 你摆一个桌子 不影响任何人 就像摆摊的一样 假设 或者说你就在我们小区 门口摆一个桌子 你上面写着 要求官员公事财产 那这样的一个诉求 和 以海花园 有若干套三居室 两居室四居室 要出售 多少多少钱出售 有多少区别呢 没有区别 是吧 所以说呢 我觉得 派卓佐对孙健举牌子 在校园内走 如果孙健举的这个牌子 上面写着 拥护鲁东大学封闭 坚决支持如此高频的核酸检测 全员核酸检测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公安局也好 派出所也好 还会抓他吗 是吧 这个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坚决支持这个集中统一领导 你举这样的一个牌子 在这个鲁东大学校园里头 溜的一天都没人管吧 所以说呢 我们要说这个形式和内容 表达的形式和内容 似乎都不应该对孙健进行处罚 但是确确实实 派出所忍无可忍 派出所如临大敌 学校也如临大敌 然后把他抓到派出所 是吧 然后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决定 那他的这个行为 违法了吗 我个人感觉 鲁东解封和坚决反对如此高频 全员核酸检测这两项诉求 他把它写在这个牌子上 展示出来 这样的一个行为 包括呢 他举着这个牌子 在校园里头溜达20分钟 其实不管是从内容 还是从行为上 都不违法 如果说你这个是一个集会游行示威 集会谈不上 你需要经过这个事先报批 是吧 是一个警官机关批准 是吧 那么这样的一种行为 我觉得首先集会游行示威法 有一个规定 其次呢 要认定他到底是集会 肯定不是 游行 他也没有讲是游行 他无非就是走一圈 是吧 示威 他实际上 我觉得更像是一个请愿 因为一个学生 一个研究生 是吧 能有多大的权力 去向人示威呢 他无非就是表达 可能他很烦 心情不好 这样 那这些呢 其实 都不应当 就一味的 把它归结为游行示威 即使是 刚才我讲过 校园里头 你举其他内容的牌子 走几圈 既然没有问题 那么举这个牌子走 就应该也没有问题 为什么 因为言论自由 表达自由 他的真谛 他的真谛是内容中性 说什么都可以 是吧 说什么都可以 你的行为呢 其实就是一个表达行为 那这样一个表达 我觉得应该是 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是这事呢 还不算完 那网上同时呢 还看到了另一份东西 另一份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孙健 从派出所回到 回到哪呢 回到学校以后 因为第二天就回来了 警告处分 是吧 警告处分就回来了 那么学校呢 给了他一个新的文件 叫鲁东大学文件 鲁大校处子2022例33号 这样的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的文件名叫 关于给予孙健同学 开除学籍处分的决定 是发给各学院研究院 机关各部门 校府各单位 是吧 讲他的基本情况 说的什么呢 说的是2022年3月27日 该生无事国家 山东省和烟台市 关于疫情防控的 有关规定 擅自举牌 在校园内 南北区川行 公然反对和抵制 校园封闭管理 和全员核酸检测的 有关规定 严重扰乱了校园管理秩序 被公安机关强制代理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23条第一款 第一项之规定 说到警告处罚 列举了刚才我所读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处罚决定 这是第一页 那么第二页是怎么说的呢 一共三页 第二页说呢 该生自2021年12月以来的 个人微信公众号 让多次发表针对国家山东省烟台市和学校 疫情防控政策措施的不实和不当言论 其间 学校领导 指导教师 班主任 辅导员等多次对其进行批评教育 该生不仅拒不改正 而且于 2月25日 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公开反对 并公然煽动 在校学生 抵制 国家山东省烟台市和学校疫情防控政策 严重损害学校声誉 在校内外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 3月28日 认识学校将其从公安机关接回进行疫情防控隔离 该生又通过其个人抖音微博微信 多次发布其举牌视频和不当言论 然后说 他的行为严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校规校计 为教育本人严肃校计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这些 这个 结合山东烟台关于从严从重从快 依法打击涉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相关规定和精神 研究决定 给予他开除学籍处分 如有异议呢 可以10个工作日之内书面申诉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规定 那这个里面呢 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个学校的情形 但是我注意到呢 他引用了学校的一个文件 学校的文件呢 叫鲁大校方201751号 第22条第二项 那这个文件呢 我正好就找到了 找到了呢 这个文件 大家看到 鲁东大学文件 我看看这个第22条 第二项是什么 第二十二条 是这么说的 损害学校生育有下的情形之一 情节轻微的 给予批评教育或同胞批评 情节较轻的 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情节较重的 给予记过或者留校查看处分 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 给予开除学籍处分 第二项 他引用的是什么呢 是在网络或 其他媒体上发表 转发 针对学校的不实 或不当言论 对学校生育 造成不良影响的 这么一条 就把这个孙建开除学籍了 是吧 就把他开除学籍了 那现在我没有看到别的太多东西 但是我看到了一个什么呢 看到了他那个孙富贵的公众号上 有一个 有一个啥呢 有一个2021年12月24号 至鲁东大学领导们的公开信 我觉得这个公开信应该集中表现 表达了这个孙富贵 也就是孙建同学 对鲁东大学的 在教学 管理 和疫情控制 是吧 这方面 包括基础设施 包括宿舍 包括道路 是吧 这个 包括体育健身设施 所提出的一些意见 这些意见 有什么 那么我摘要的跟大家讲一讲 他也说他不想这个 把过多精力牵扯到别的事上 他来鲁东呢 他是要学习的 是吧 他提如下几个问题 一个是校园防疫 一个是学生权利 一个是教学和其他具体的事情 这是呢 给这个鲁东大学领导的公开信 用这样的一种形式呢 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发表了 那么这个呢 他也说呢 看样子呢 是用其他的方式反应和沟通 效果不大 他说他是被迫 用这样的一种方式 来跟校方 来跟领导沟通 第一呢 他是关于校园防疫 他说这个 时间跨度最大 对学生影响同样最深 从去年秋天开学 一直到现在 也就是去年12月份 学生出行 一直受到或多或少的限制 是吧 不知道各位领导是否了解 还是认为呢 学生的想法是次要 响应上级号召 才是这样 这个 他讲他的看法呢 是个人并不认同 一切以防疫为马首 也就是为马首实战的做法 因为这种方法呢 给学生的生活造成极大不便 在烟台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为何不能让学生自由的进出校门 难道学生感受 你们一点都不顾忌吗 是吧 另外呢 他也说呢 烟台其他的机构 似乎其他单位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呢 是说呢 他这个第二点呢 是关于防疫构成中不平等 是吧 他说如果你为了防疫要求 就应该一视同仁 为什么学生绝对不能出入 严格限制 老师出入校研的限制 却几乎没有 为什么 难道老师天生对病毒免疫 具有不携带病毒的特殊属性 是吧 有人说呢 网上有人说 只有学生是用肺呼吸 老师都是用腮呼吸 这才让他恍人大悟 是吧 这是一个比较调侃的说法 第三点呢 关于防疫呢 他说 南区振华超市的关门 是吧 从十五号 十一月五号以后呢 服务南区六七千名学生的 振华超市的南侧小门 一直关闭 是吧 这个 这样的话呢 其实 他说的是呢 既让这几千名学生 进超市买东西很不便 其次呢 又让这个 仰仗 学生为主要消费群体的振华超市 这些商家 生计没有着落 是吧 这个 他主要讲了这两点 是吧 他这个 你看 他有一张图 说呢 振华超市南侧的小门 被封闭 学生呢 就不能出入了 是吧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第二个大问题 在公开信里面说的呢 是关于学生权利 是吧 关于学生权利 就是 完全不能批评 呃 不能提出意见 是吧 这些 还有呢 就是 对学校的教学 认为呢 这个老师呢 畏手畏脚 不敢严格管理 也没有多少真东西可教 不敢讲什么 是吧 到时候给一个高分 他认为呢 大学应该是追求真理的地方 是吧 这个 让他 鲁东大学 让他没有体验到 追求真理的大学 应该是什么样子 是吧 但他敢断定呢 鲁东大学 不是这样的学校 是吧 这是他的 他的这个什么 然后就是一些具体的事 是吧 还有 就是说呢 关于我们历史学院 是吧 他说历史学院的研究生教育 研究生毕业之前 被要求发表一篇论文 但是由于硕士论文 发表非常困难 已经到了不花钱 不能发表的情况 至少在我们历史学院的情况 是这个样子 为了发表一篇论文 达到毕业要求 或者争取奖学金 至少要花少则一千 多则好几千 这个是根据刊物的好坏 而且不说 这个我们学生 造成巨大经济压力 这个根本就不是学术 是生意 是吧 他认为 校方应该了解这个情况 如果不了解的话 就是如果 他不知道校方是不是了解这个情况 他说 他困惑 如果了解 为什么不取消 这个已经成为畸形的 发表论文的形式 最后的公开信呢 是关于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 有一个网球场 但是网球场从来都是关闭的 为什么不能够设计一个管理办法 给大家使用 是吧 另外呢 是关于南区的学生 通往北区的操场和快递点 经过三个瓶颈路口 引发交通的阻塞 是吧 宽度呢 这个 只有 1.4米 是吧 这是瓶颈路口1 还有一个台阶 他认为这个台阶呢 是经常 这个是 这是一个瓶颈路口2 通过操场运动场 倒是1米多吧 这个呢 是瓶颈路口3 他认为这些呢 应该说是 非常的不便 非常的不便 看看这个 跑哪里去了啊 还有就是那个 一个乒乓球的台子 非常非常的破旧 然后这些呢 他认为都是应当 可以修的 让大家 这个 好好的去 去锻炼 去训练 是吧 还有一个 一个一个问题啊 我记得呢 是说呢 他说 他的 研究生宿舍 他的床位 是吧 他的床位 靠墙的部分呢 有一个钉 滑脱了 以至于呢 他的室友上床的时候呢 要把他摇醒 或者说呢 很危险 然后呢 他希望这个东西 能够修 那么这个修法呢 其实呢 是 这个 反映了很长时间 还是通过 老师去找人 才 物业呢 才过来 把他的这个床 固定到墙壁上 再有呢 就是说 这个高校里边 这个 这么多人 然后呢 这个汽车呢 经常车速很快 是吧 车速很快 他觉得应该会有危险 另外呢 也应该需要有一个 安全的管理委员会呢 来统一管理这些事情 那这些 我看了他这个公开信以后 其他的东西 我还没有看到 我没有发现 这个孙建 对鲁东大学 有什么 这个 不恭敬的地方 我相信这个是一个 非常爱护他自己的 所在的这个学校 希望这个学校呢 能够管理的更好 为学生的这个 教学和服务呢 能够做得更好 这样的一种初衷 去做事的 至于说 他反映的那些 比如说路窄啊 门窄啊 这个网球场不开啊 这个 还有就是 这个物业对于 修缮的反馈不及时 还有呢 历史学院的这个 学生素质不够高 然后呢 包括有常发表论文 这些情况 是不是真的 是不是不实 那我觉得 这个需要给他一个 申辩的机会 那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处分决定 并没有明确的 提到这一点 我不知道呢 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是不是很合适 最后呢 我想说一下呢 就是说 这个 这个鲁东大学 鲁东大学呢 是我刚刚上网上 查了一下百度百科 鲁东大学呢 叫 简称的 英文名字叫鲁东University 是吧 这个 我不知道 把鲁东直接拼成鲁东 英国人看了 他能不能懂 只懂英语的人 知不知道鲁东University 是什么意思 鲁东大学 坐落于山东省 烟台市 是一所以文理工农 为主体 多学科协调发展的 省属综合型大学 2012年 成为首批 山东省应用型人才 培养特色名校 14年 获批教育学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 成为省内具有学士硕士博士的两所大学之一 是吧 学校始建于1930年 这也快100年了 历经山东省历第二乡村师范学校 交通工学 莱阳师范学校 莱阳师范专科学校 烟台师范专科学校 烟台教师进修学校 烟台师范学院等历史阶段 2001年 原直属山东省交通厅 山东省的交通学校 这个并入 2006年 学校更名为鲁东大学 07年 学校本科教育工作水平 被教育部评为优秀 14年正式成立教育教师教育学院 设于蓬莱校区 这个我就 我就不太不太清楚 这个鲁东学校其他的了 看起来呢 应该说还不错 但是呢 他还是以这个 烟台师范学院为主体 是吧 来升格 并校 最后呢 形成了一个鲁东大学 那么鲁东大学历史系怎么样 历史学院怎么样 我不太清楚 是吧 这个原先呢 对这个学校确实了解也不够多 但是我觉得 我跟鲁东大学的这个 观点有点不太一致 我个人感觉不管这个孙建作为历史系的研究生 他的这个学识怎么样 说老实话 我们历史系的这种学识 学科 现在也很难 非常功利性的评价 究竟怎么样 学问高与学问深究竟能如何 又能如何 这是一个很可怀疑的事情 但是鲁东大学因为有孙建这样的一位学生 他关心校内的公共设施 关心校内管理的公共政策 他关心国家抗击疫情 新冠病毒这样的一个制度 究竟有没有合理性 而且难得的是呢 他勇于表达 那么我觉得 如果说鲁东大学让我肃然起敬的话 有这样的一个学生 鲁东大学有这样的一个学生 应当是一个出彩的地方 是吧 没想到非常可惜 鲁东大学在我知道孙建这个人的时候 已经是他被鲁东大学毅然决然的开除学籍了的时候 他已经被赶出了学校 一个没有了孙建这样学生的鲁东大学的历史和文化学院 那他还有什么能让人记住的地方呢 也许孙建会成为鲁东大学的优秀校友 以这样的一个糟糕的脾气 日后成为高官 然后落马 可能性也不大 是吧 他也是一个很较劲 是一个很轴的人 但是这样的人是不是后生可畏呢 是不是读历史的人应该去学习的人 我觉得山东也好 齐鲁也好 鲁东也好 是有文化的地方 是吧 士大夫以天下为体振 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表现呢 那么我觉得 应当通过孙建这样的一种方式 去表达你对你身边是 是吧 你对家国天下是 这样的一个明确的意见 这样的学生不应当被开除 这样的一个表达意见的行为 不应当被公安机关 给予行政处罚 我希望能够很快看到 孙建又回到 鲁东大学继续他的学业 是吧 这个 梁启超也好 金文经学也好 讲究 儒者要精识致用 要精识致用 你所有的学识 你的学问 不是挂在那个地方当样子 不是拿一个博士文明去干嘛干嘛 是吧 而是呢 真真正正的服务社会 希望我们的这个社会更加和谐 希望这种无厘头的这个气迷心式的这种公共政策 能够少一点 希望一个公共政策的出笼和执行 能够有更好的开放和论证集思广义的过程 是吧 而不是一拍脑袋就把这个学校疯了 说老实话 现在我回政法大学 我发现我进不去 原来我还可以去学校几个书店买书 还可以看看我的老师 看看同学 看看学生 是吧 教教朋友 现在我进不去了 我居然回政法大学都进不去了 原来我以为 我去北大进不去 去清华进不去 去人大进不去 可以理解 没想到 政法大学也这样了 而且我的同学还是校长 我们这批人都进不去了 奇怪吗 也不奇怪 但是这样的学校 还有出路吗 有再多的研究会的副会长 在这个学校产生 也没有任何价值 对吧 希望孙健 运气越来越好 希望我们这个国家 社会也越来越和谐 别乱来 谢谢